嗨,大家好,我是J妈咪,欢迎你们来到J妈咪小学堂 端午节快到了,今天让J妈咪来跟你说个有关于端午节的故事吧 在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大家动动小指头订阅我的频道 以获得最新的视频更新 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 小爱的端午节 文,王艺美 图,张晓鱼工作室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小爱的端午节 小爱最喜欢吃粽子了 妈妈,什么粽子最好吃? 太婆包的粽子最好吃 太婆是小爱妈妈的外婆,已经八十八岁高瘦了 住在一个江南古镇上 那是妈妈出生的地方 小爱从小住在繁华的大都市里 常听妈妈说起,却从未去过 五月五,市端阳,门插爱,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 妈妈,妈妈随口哼起,小爱觉得好听极了 妈妈,今天我们一起回古站过端午,去看太婆,好吗? 小丫头骗子,你是嘴馋,想吃太婆包的粽子吧 妈妈刮了 小爱的鼻子,大趣道 城市里买来的粽子和太婆亲手包的粽子,味道肯定不一样呢 小爱满怀期待说 端午节到了,古镇的家家户户门窗上挂起了爱叶和窗脯 一片云,一轮阳,水乡的早晨很热闹 摇喝声,此起彼伏 乌鹏船,来来往往 上学的娃娃们打打闹闹过小桥 太婆太婆,您在做啥? 我在等娃娃 她说我月初五就回来 娃娃们吵着要吃太婆的粽子 搂着太婆躲猫猫 好好 太婆笑得眼睛变成了弯弯的月亮 别闹 乖嫩嫩 放学后一人一只粽子 太婆坐在自家门前 小咪咪地包着粽子 一锅喷香喷香的粽子 在太婆家兆头的锅里煮着 这是娃娃最爱吃的 太婆包的粽子 在水乡古镇是出了名的 每年端午 大伙聚在一起喝黄酒 在龙州的时候 有很多人排了队 等着吃太婆包的粽子 好婆 妈妈来到家门前 放下心里 嗲嗲地喊道 哎 太婆放下正在抱的粽子 眯起眼睛 抬起头大声应道 在八十八岁的太婆面前 三十岁的妈妈 又变回了那个当年 扑到外婆怀里 撒娇的小女孩 小爱 要有礼貌哦 快叫太婆 妈妈蹲下身子 叮嘱小爱道 太婆 好 小爱有些害羞 躲在妈妈背后 露出圆圆的小脑袋 向太婆问好 乖 小爱奶奶都这么大了 跟你妈小时候一个模样 太婆把小爱搂在怀里 瞧 这眼睛 这鼻子 这嘴巴 真香 在太婆怀里 小爱感觉好温暖 小爱唱起了童谣给太婆听 那是妈妈一直唱给她听的 谣啊谣 谣到外婆瞧 外婆叫我好宝宝 请吃糖 请吃糕 糖啊 糕啊 莫吃饱 少吃滋味多 多吃滋味少 好好 太婆听了乐开了花 没了牙齿的嘴巴 张得好大好大 呵呵呵的笑声 好响好响 太婆为小爱 亲手做了一个粽子香袋 红艳艳的 萨式好看 小爱好喜欢 一直挂在身上 太婆又为小爱做了一顶虎头帽 虎虎声威 神气极了 端午节 镇上好热闹 娃娃们头戴虎头帽 身上挂香囊 玩疯了 小爱 小爱饶有兴趣地观看小镇上的舞龙表演 小爱被邀请和娃娃们一起玩转圈圈游戏 小爱东转转西 瞧瞧 玩得开心极了 一点心 一弯月 水箱的夜很近 孩子们手中举着五颜六色的风车 在风中玩耍兮兮 小爱放着河灯 许下心愿 河面上星光点点 传递出绵绵思念 说起端午节 小爱心中还有很多为什么 为什么喝熊黄酒 为什么要塞龙中 为什么吃粽子 为什么挂爱夜和窗帽 为什么带虎头帽 为什么挂香囊 为什么放河灯 为了驱毒避邪 为了纪念爱国大诗人屈原 关于端午 小爱想了解的事情 想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圆脑袋 方身体 形态各异 甜粽子 咸粽子 样样好吃 白糖粽 水果粽 豆沙粽 红枣粽 香芋粽 火腿粽 香菇粽 莲子粽 八宝粽 还有鲜肉栗子蛋黄粽 令人馋颜欲滴 在古镇的几天 小爱吃到了妈妈一直念叨的 这世上最好吃的粽子 太婆包的粽子 妈妈 明年动物节我还要来 小爱认真的说 到时候 我来包粽子给你和太婆吃 好 妈妈亲了亲小爱 温柔地答应 太婆听了 眼里泛出点点晶莹的泪花 小爱累了 躺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 闻着粽子清香的芦叶味道 甜甜地睡着了 今夜的月亮好美 像太婆 妈妈 小爱梦中幸福的笑脸 一盏一盏河灯 默默地飘向远方 一直到达思念的尽头 古镇的静夜 被照得好亮 故事说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 J妈咪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请大家继续关注J妈咪小学堂 也欢迎你们留言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